可以喝但不要太常喝 因为糖分太高会变分 你摄取糖分工作学会变分 而且它有吃饮性 我可能没办法相信学校水的品质 我就可能会去买饮料之类 这样比较快解决 戒糖有一点难 但是如果时间久了 那应该就习惯就好了 压力很大 想要来杯珍奶同学 这是你的日常吗 本周的-18大胆说 我们就来解释看看 同学们 你是不是已经变成糖的俘虏了呢 首先帮大家科普一下 你有注意过吃下肚的糖 都是什么样的糖吗 WHO将食品跟饮料 在加工的时候添加的糖类 称为游离糖 2002年它也明确界定了 单糖中的葡萄糖 果糖 半乳糖 还有麦芽糖 浙糖 乳糖 也就是双糖 都算是游离糖 听到这些中有名词 你要昏头了对不对 重点是 WHO建议每人一天的摄取量 不能够超过总热量的百分之十 好 我帮你换算一下 以青少年呢 1800卡到2000大卡的热量需求 等于是 不能吃超过50克的糖 那么想要健康的身体呢 还要减半哦 每天只能吃25公克的糖 先讲结论 摄取过多的糖呢 会变笨 而且这是有科学研究的 这会损害你的海马回 影响记忆力 学习力 甚至呢 高血脂啦 心脏病啊 诱发癌症等等等 好 来看哦 这个数据哦 很惊人 2013年到2016年的调查发现 7到12岁学童喝寒糖饮料 每天1到2杯的 这个比例将近三成 那么超过2杯的 接近1成 平均摄取量是 51.6公克 那么13到18岁的青少年呢 喝寒糖饮料的人数 比学童高很多啊 好 每天呢 喝1到2杯的 占了34% 平均超过2杯 占了15% 那平均摄取量 超过了WHO的建议量 8倍 好 为什么为什么 青少年难以抵抗糖诱惑呢 接下来交给 少年新闻周记 校园特派员蔡成舍 透过她的街坊调查 一起来问问学生 如何面对 现代的甜蜜危机 好的 谢谢赵文姐 甜食甜饮的魅力与诱惑 真的很令人难以抗拒 同学们在健康 与小确性的甜蜜之间 究竟会如何取舍呢 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看法 可以喝但不要太常喝吧 因为糖分太高会变笨 你摄取糖分过多 其实会变笨 而且它有吃饮性 就是你可以喝 然后提升一下精神 就是你可能压力很大的时候 可以喝一下放生一下 那就不要太惨喝吧 其实糖果类的话 对我来讲就是 我就是没有 我会专门去吃 就是如果有 有人送我糖果我会吃 但是如果你要我自己去买糖果来吃 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好 还有巧克力要减这种高纯度的 至少要七次以上的 饮料比较像是可能我在学校把家里带的水喝完的话 我可能没办法相信学校水的品质 我就可能会去买饮料之类的 这样比较快解决 因为我之前是之前有一些校园这个水是有问题 就是饮水机里面好像有些保养的这些事件层出不穷 所以我宁可去喝饮料我也不想喝到不舒服之类的 确实不健康 但如果运动多了 那就可以把它代谢掉应该没有问题吧 蟹糖有一点难 但是如果时间久了 那应该就习惯就好了 就是如果长期不喝 那其实也没有必要一直买 多数人都知道过量的糖会产生危害 我打个比方 一吃下去你就会很像蚂蚁很爱糖 没有办法自拔 那么从数据来看 台湾确实是像个甜滋滋的蚂蚁党 农友会统计呢 每人每年平均吃26公斤的糖 那么有哪些东西的糖量 可以让你吃一点点就超标呢 好 根据卫福部的资料 蜂蜜蛋糕每100克含糖量是高达37.2公克 那么草莓戚风蛋糕有26公克 再来是甜食当中不可或缺的巧克力 它的含糖量是落在45.9到49.9公克 那么口感滑嫩的布丁原味哦 它的含糖量大概是16公克 至于包着巧克力或者是奶油这样内馅的泡芙 每100公克的含糖量是12.2到21.4公克 难道没有比较健康的甜食可以选择吗 好 儿科医师就建议了 如果你要让孩子吃甜食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先找的是天然食材 像是水果 颧骨根筋类都是很好的选择 包含像是苹果 香蕉 地瓜 它们是有糖类 也有纤维质 维生素这样的营养素 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自制甜食 比较好掌握呢 精致糖 鲜奶油的添加量 好 要你们做甜点我知道 有点难 但是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意志力了 吃的次数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两次 而且必须饭后再吃甜点 不能取代正餐 那么就医学期刊认为啊 糖比香烟更容易上瘾哦 甚至还形容糖是不会醉的酒精 青少年正在发展哦 家长们会如何控管孩子们的饮食 又怎么防止他们扛上瘾呢 比如说在家里我们通常都是 像我们家里其实不太合所调的 就是我们平常会可能打果汁啊 或者用精力汤 可能一个礼拜两三天这样 所以他们喝习惯那种天然的 好的饮料或者食材 他们其实就不会喜欢喝手要饮的 你越是禁止他反对他 他会越想吃吗 所以我觉得是说就是给予他对的知识 然后邀请他一起 因为我自己就是胖了一辈子的人 可是我最近就是开始做改变 所以我的改变 我的家人也都有看到 所以大家都开始就是调整饮食啊 比如说增加蛋白质 然后减少糖类这样子 手摇饮都没有喝 然后零食也比较少吃 大部分都是水果 我觉得糖类的东西太多了 比如说手摇饮它的微糖 其实都已经超过一般大人可以喝的 对然后更何况外面的那个品装的 或者什么对都太多 我们是尽量小孩子都是给喝开水 饮食上面就吃均衡的饮食是最重要的 那家里也不太放一些零食甜点之类的 就不要放就不会吃了 我觉得也是跟就是现在的生活形态 跟精致饮食有关系吧 饮食都太精致了 那当然精致饮食带来的热量就比较高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饮食习惯上面的改变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状态 一个原因之一啦 那当然跟运动可能也会有关系 从家长们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 要避免青少年糖上瘾 最核心的方法就是从家庭教育着手 避免在家中囤放太多的饼干和饮料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他们摄取太多的零食 今天的街访就到这边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赵文姐 谢谢受州特派员蔡成硕 为我们做的街访调查 甜食含糖量真的是爆量了 要怎么抵抗呢 同学们都讲摄取过多的糖会上瘾会变变 这些坏处他们通通都知道 目前控制的方式是什么 偶尔吃而且搭配运动代谢 也有人讲了手摇引的糖分很高 但是他们会喝是有苦衷的哦 因为他们不相信学校的饮用水的品质 所以他们会喝完从家里带到学校的水 所以才会图方便买饮料 Ready这个观点我真的是很想打墙 图方便你也可以买矿泉水啊 好啦好啦我自己是家长 当然会用家长的角度来看嘛 不过以成人的立场来看 你不是不能吃糖啊 而是要让青少年弄懂糖的种类跟危害 就要从家庭教育做起了 或者呢家里不放零食点心 看不到就不会想吃 如果真的想要喝饮料甜食 那么就用果汁来解馋吧 但家长还是认为让青少年习惯喝水 毕竟水才是最健康的 好不要想着戒糖 而是少吃精致糖 这句话不是说不吃就不吃的 尤其你知道吗 台湾是首摇饮王国啊 首摇店比这个超商还要多 诱惑这么多 到底要怎么戒掉糖上瘾呢 家长们该怎么做呢 今天我们线上邀请到初日诊所的 邓文心副院长来为大家解惑 副院长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初日诊所的副院长 也是家一科医师 邓文心大家好 想要请教副院长 如果今天我们发现青少年出现了糖上瘾的状况 我们可以如何协助跟改善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家长自己要先以身作则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自己手上喝奶茶喝饮料 可是叫小孩不要喝 这是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大部分的孩子其实是在家庭的氛围下给影响的 所以我想家长们自己先建立好饮食观念 这个是第一个 大家一定要开始加油的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是出于无聊 或是出于吃不饱 都有可能会想要去吃一些含糖的东西或是饮料 那我先讲无聊的这个部分好了 其实大家现在非常忙 所以常常没有办法陪伴小孩 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尽可能多活动 多活动的话除了可以让我们身体的消耗 比较增加代谢比较好以外 其实渐渐的增加体能活动 我们对于这种饮食的成瘾度 甚至3C的成瘾度都会减少 根据我们的探访发现呢 不少人因为吃甜吃糖会觉得有一种身心被疗愈的感觉 如果控制不了想要吃甜食 到底要怎么吃才不会超过身体的负荷呢 其实当我们今天在讲糖的违拜的时候 绝对不是说小朋友们都不能去享受偶尔的这种快乐 其实是像我们大人自己也会喜欢吃甜甜的东西 但是就是把握一个八二法则啦 八成的时间我们养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 可是两成的时间我们今天有聚餐啊 过年过节我们都还是可以适度的放松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吃东西的顺序还蛮重要的 像我自己就会尽量跟小孩说 我们先把身体需要的健康和营养先吃进去 那真的来享受一点甜甜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放饭后吃 所以是一个顺序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给的一个频率跟时间嘛 像刚刚讲八二法则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整个礼拜 每天还是有两成的时间都在给饮料给甜食 那这样等于是每天都在吃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尽量我们一个礼拜 可能是放假啊抓个一天两天 有吃到就可以了 不要每天把它当作一个仪式感 好像都一定要吃到喝到 那相信在这样的状况下 很容易就可以在健康 然后还有美味当中取得一个平衡 听懂了吗 不要想说一口气戒断不可能啦 也许可以尝试呢 医生讲的八二原则无痛减糖 今天感谢邓文心副院长的分析跟建议 谢谢您拜拜 感到焦虑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 你也想要吃甜食来疗愈自己吗 还是其实你也有糖上瘾的状况呢 无时无刻都想要来点甜的呢 掌握摄取量以及吃的时机点最重要了 对于今天的讨论内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留言 大胆说 大胆说